我觉得将爱情进行到底啊 它就像爱情一样 它只是一个 我觉得它应该是人 每一个相爱的人都应该怀抱的一个美好愿望 而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命题去实现 所以不要受到这种所谓的口号 所谓的爱情观 所谓的论调 所谓的知心大姐姐们的话 我觉得无需考虑这些事情 最关键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很难谁帮到谁 最关键的还是你 因为我们无法衡量 你这个左右选择的各自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别人无法替你来做决定的 所以我觉得 还是遵照你内心的选择吧 比如说如果你要放弃了 其实真要到那一天的时候 你不需要告诉自己你就会去那么做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的思想上会来回的纠结 但是最终 我觉得我们都是正常的人起码 正常的人行动会告诉你自己 我的一个建议是说尊照 尤其是在爱情 尊照自己内心的感受 另外 应该为你所爱的人去付出 另外 不要因为这种付出 而鞠躬自傲 不要因为这种付出 而觉得你受了多大的伤害 你到底要的是爱情 还是要伤害 其实都是自己决定的 我还在爱着你 爱情我觉得 对于一个人来讲最大的价值 是你正在爱着 或者曾经爱过 甚或是 你还没有爱过 但是你想去爱 我觉得爱所有带来 给你这个未来 现在和过去 都是美好的感受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些 把生活上这种 真真吵吵 这些矛盾 我觉得它在我们生命中 是不重要的 我们一个人 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技能 能够让我们在 正向的能量上 能够走得更远一些